二叔 回来了 二叔 你回来了 你干啥去了 我上山干活去了 二叔你到了你怎么都不上去 你去车里干什么 没事车里坐一样的 那走吧回家 行吧行吧 等你半天了都 你到了你就可以先上去 没事 二叔坐我车上想试试 那活干完了 你上山干活的时候 你小心点 山上比较滑的一些 你一定要注意安全 还有你每天 吃饭一定要按时吃 每天都按时吃饭 那就好 还有你那个 多吃一点好 二叔给你买的那些鸡 没事的时候你一家里 你可以炖个鸡 那些什么 吃得好一点 那鸡 可以再痒痒 然后到时候 你上来的时候 就可以上来吃了 你平时也可以自己吃 自己多吃好一点 还有这天冷的话 你多穿你衣服 好 第三天有时候有点冷 不知道 不是 你今天怎么出来做这些 乖乖的 没事 我就是看着有点下雨 给你说一下 没事 走吧 走吧 走 回去坐会儿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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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走吧 你这是要去干啥 我会有点冷 我洗个头发 帮你洗头发 嗯 要不二叔 我帮你弄一下吧 你这头发这么长 没关系 大叔 你坐着休息一会儿 我自己给他 没事 我坐着也没事 你的头发太长了 你再弄也不完美 走吧 我帮你洗完洗 没事没事 走走走走 没事 可能我总不会忘了 去哭一场 失去原本模样 可是我总不会忘了 爱来去空一场 消失人海茫茫 疯狂的发挥想象 书写着我的过往 伤痕被当作寻长 疯狂的奔向夕阳 乌云会潇洒一场 枯萎的花又绽放 回家谈谈儿时的那位姑娘 是否也像我一样 远离了家乡 外面的世界充满虚伪和炸药 怎么 我还没有见过你披着头发的样子 我说说还好看 谁说的 特别好看 真好看 怎么 我能和你现在合着影吗 可以 对啊 没事 就是突然想到了 咱们合着影 好吧 好吧 你过来 怎么 快到这里来 还不得 我想我会 开始想念你 可是我刚刚才遇见了你 我怀疑 这七月是何总续以后 你是长老的 其实二叔今天过来 想跟你说 二叔因为工作的原因 可能要暂时离开一段时间 不要离开一段时间 对 这个说不准 快的话可能要不了多久 但是如果慢的话 可能要很久才会回来 所以说你把这个拿着 二叔不在的时候 你可以用这个手机跟我聊聊天 然后看看视频 然后不是很多叔叔阿姨都说 都很喜欢你们这边的 风景啊那些 你到时候可以用这个新手机给他拍一拍 你们这边的风景 然后跟他们分享一下你们日常生活 二叔不在的时候 你想不想跟二叔聊聊天看看视频 我想不想 想你也要拿着 拿着 但说咱们就可以通过视频 那就不在的时候 我还快要说 还快要说 我还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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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了 怎么办 嗯 我得赶紧走了 我等会儿 我得回去试试点东西 还得去找飞机呢 行 那你也答应二十号 一定要按时吃饭 照顾好自己 好不好 行行行 我带来第一次给你 给你报个片 那我就 先走了 我先走了 先走了 打三位 先走了 就给你 看视频 好 那我走了 拜拜 走了 照顾好自己 两颗信仰 承受多少 痛苦的 结果 才能够 彼此 全面 你应该 会明白 我的爱 虽然 我 从未想 坦白 你来 我若对你 深切地围 关闻 为什么 你还不能明白 不愿放弃 你的爱 这是我 这是我 成全的期待